随着全球确诊人数不断地攀升 新冠疫情到底要怎么防堵呢 其实有很多活动都纷纷取消了 而信众们要如何来修持 凤山讲堂日前就邀请到佛光山的会想法师 他用如何用符法来安定心灵 随着疫情升温 寺院活动纷纷取消 许多信众把握凤山讲堂难得的修持姻缘 离请佛光山会想法师 顺应这个不安的时局 讲述金刚经里面 如何发罪上诚心来面对内心的不安 现在疫情期间 心里都多少少会有一点恐慌 有一点不安 所以刚好这边讲堂这里 有举办这一场的佛学讲座 希望能够由佛法来安住我们的心 我们不能到道场来 我们大家用各种自己能在家里 来方便修持的方法来安住身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会想法师讲座上其勉众人 指此疫情高峰期 学佛不只求自己或家人平安 要发更大的愿心 祝福彼此都不染意 放大我们的慈悲心念 我们如果希望将来某一天得到某一个东西 你要回向整个法界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这时候将来的那个时间点 你就有机会得到那个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懂得祝福大家 万一生病的时候都能够得预良医 得正确用药 得完全治疗好 甚至能够永远预防 然后因为我们祝福每个人 然后我们也愿意去学习 就会有自然就有姻缘 会想法师引用金刚金钟的经文 转换为浅显易懂的文字 鼓励在不安的时刻 希望大家从佛法里面找到信心 用信仰的力量 一起度过这段疫情危机 人经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道